机车考照难度是越来越高了 但民众要考照往往只能到监理站来免费练习场练习 但对偏僧的民众来说其实真的很不方便 大园区内的海里里长许承睿就争取在台61桥下的空间来设置机车考照练习场 让准备考照的人有地方就近练习 戴上安全帽准备出发 其实一路摇摇晃晃 但总算是在时间内通过长15公尺 宽0.4公尺的路考大魔王直线7秒 接下来还有S型弯道平交道停等等关卡 我是明天要考 那你觉得在这边练习跟自己练习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这里有画好路线 比较好练习 比较符合实际的情况 现在机车考照难度越来越高 不练习很难一次就通过 学生说现在大家平均要考三到四次才能拿到驾照 一次250元的费用负担不小 但过去民众考照往往只能到监离站的免费练习场练习 但对偏向民众来说 去一趟至少30分钟车程真的很不方便 现在考驾照越来越困难了啦 有些里面没地方去训练 去到那个考驾照的地方会紧张 说考的成绩都不好 如果可以先来这边训练 以后考驾照去监离站考一次就完成了 里长在去年5月提出设置练习场想法 经过公路总局公路协调 工程今年7月动工 比照监离站机车考照场地规划 目前主体工程已经管工 要去考照的话 先到这个场地来 那个练习一下 在考试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 不少民众知道这个好消息 特地带孩子到六一桥下练车 往后他们总算不用跑远 就近就能练习